Hi, 欢迎回来一千万万的频道 今次会介绍Tesna全亚洲首个 V4 超充站 有何特别?它的位置在利远一期的停车场 首发记者招待会,希臣亦发表了利远区未来的发展蓝图 我觉得也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最后当然是做亚洲第一个 V4 充电测试 看看充电表现有何提升 今次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个 V4 超充站的首发记者招待会 我之前也出过很多关于超充站的视频 包括出了七条片介绍当时全港各区的超充站 亦试过驾到部车只剩0%电 再去 V2 和 V3 超充到100% 比较两者有何分别,结果还蛮出人意表 有兴趣可以看看这里 之后还有一次就在2022年的年初四 做了一个 Super Charging Challenge 用了19个小时40分钟 一次过去全香港当时所有46个超充站充电 还有做YouTube直播 过程里面也有很多人在网上 和来到超充站支持,很感动 斩一下就来到现在的 V4 超充了 出发当日准备好工具 我自己就有点紧张 一早起床就来到里远五期的 Community Lab 我还早了整个小时到 我们一起看一个官方介绍片吧 今年在里远区创立了100周年 在记者会上,希臣的首席营运总监 Wiki也有说到 为了推动绿色出行 除了引进亚洲首个 V4 超充站之外 其实整个里远区的电动车充电设施都很充足 总共有150个 Wall Connector 15个超充器 包括12个 V3 和今次介绍3个 V4 停车场亦都支持 Touchless 的免触式泊车 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去安装手机 App 做完简单登记就完成 我都在等记者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搞定了 另外他们还有计划 用天桥接驳里远区和地下隧道连接国旗的停车场 我也很期待完成后铜锣湾会变成点 Tesla 区域总监 Isabel 也有些分享 Tesla 最多人认识的当然是他们的电动车 不过Tesla 也拥有全球最大发速充电网络 在香港这一刻就已经有65个超充站 124个目的地充电站 其实在充电设施这方面 对比起其他电动车品牌有绝对的优势 记者会当天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传媒参与 之后我们就过去利远一旗停车场 V4 尼下四层 一落到尼直网就是了 说过V4 超充之前我们在这一层周围看看 差不多大部分的车位都有Destination Charger 有样不同的就是它的叉电线是特别长 就算部车调转拍都一样可以叉到 我猜应该有其他用途的 片尾再说 好了去看看今次的主角V4 超充 这里有三个V4 超充器 外形与之前的版本很不同 之前的是中空设计 今次前后都是纯白色 侧面有黑色的粒特黑纹 我自己觉得就有点像部PS5 充电线比V2 和V3 明显长了 就算拍不合方向一样可以叉到 有件事要提一提 另一道三个V4 枪 最右边这个位其实是故意前后反转安装的 所以只充电枪去了另一边 充电的时候有点不方便 其他两个就正常安装 问过师傅原来是有原因的 因为最右边这个后面是一幅墙 维修那边要逼着反转安装 才够位去做平时维修 来到最后的实测 会用今次的数据 去比较一下上次我用V2 和V3 的超充表现 看看有什么分别 不过也要提一提 今次与上两次的测试有几个分别 首先虽然是用同一部车 我部车是2020年的美制Model 3 Long Range 不过上次测试已经是两年前了 部车开了两年到现在 电池效能一定有些好损 第二我之前实测的时候 我拿到只有0% 还可以差到100% 今次由18%开始 都可以差到100% 之前的电池有愈热 而今次没有 最后在测试的时候 师傅也提醒我 其实V4 充电站未做最后的调整 可能会有些不稳定 我们看看第一幅图 橙色的是V2 蓝色的是V3 是上一次两年前测试的数据 白色是今次的V4 横轴是时间 垂直是电池的电量百分比 可以看到整体和V3是差不多 仔细看由60%到95% 这段时间比V3快一点 第二幅图 颜色没有变 橙色是V2 蓝色是V3 白色是V4 所以我估计已经过了最高接受功率的电量 所以就去不到250千亚 今次测试最高功率我见到是233千亚 都不错 大致上V3和V4的充电效能就相弱 不过也要提提大家 充电效率有很多因素影响 今次这个结果只可以用来参考 当时的电量或者简称SoC State of Charge 电量越多 差得越慢 另外电池温度电池耗选程度一样会有影响 新车的电池因为新技术可以差得快一点 还有就是供电系统V2 最高是120千亚 还有就是两个左右双轮的充电枪共用 所以在V2 超充站就会见到大家拍车的时候 通常都会隔开一个位来参考 V3 最高是250千亚 不过这个功率也是要分享的 今次介绍的V4就是每支独立最高可以去到250千亚 不用跟别人分 作为一个驾驶Tesla的车主 从刚才的实差数据来看 V3 和V4 分别不大 现在的车主不要打算用V4充电会快了 那做什么要安装V4 我觉得与今次记者会经常说的概念是一脈相成 就为Forward looking 为将来作准备 你看到无论是Destination Charger 又或者是V4超中气的充电线明显是长了 是为了将来可以开放给其他电动车品牌 虽然我部Model 3 最高可以差到200千亚的时间不够5分钟 不过未来新载的电池技术一定会越来越好 说不定可以长期支持到250千亚的充电 另外看到这里差不多每个位都有充电装置 就是要预备未来的电动车普及时代 今次介绍完V4超充了 下一条影片就会介绍晚中期待2023年新版Model 3 记得留意 如果这刻还未是Tesla车主 又想在一换一计划完结之前买Tesla的话 记得一定要用这个推荐连结 已经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或是搜索这个KL Code 这样你可以即时省4000元 是4000元 而我也可以赚到積分 我觉得这是Tesla近几年对新车主最好的推荐计划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吧 如果想继续支持188channel的话 记得CLX 订阅、赞、分享 留言、点赞和分享 好了,今次节目时间到了 下次再见 拜拜